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实现这个比较容易实现的 添加实现完了 我们先实现这个查找吧 以后可能其他方法还能用得上 好 查找这个方法 那就是根据什么查找 根据ID号 编号嘛 我们经常要去查 比如你要买哪只小鸡 是吧 你就找这个编号 可能我就要去查一下鸡色有没有这只小鸡 编号还在不在 是吧 我就把那小鸡爆出来给你 是吧 OK 100块钱一只 还挺便宜的 储物鸡 还行 还行吗 OK 根据ID去查找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便利这个宿主 是吧 便利宿主 当然了 你可能最好的方式你可以用这个 可以排序 是吧 排完序以后你用什么 用折半 是吧 对 查找 折半查找法可能效率会很高 是吧 那咱们这呢就简单一点直接写成什么 写成这个 直接根据循环来找吧 是吧 根据循环来找 我就不不不折半了 不折半了 OK 我们就直接 复循环I等于零 是吗 I等于零 I等于零 I 注意要小于什么 CS点Lens什么 新的那个常古应该是 不是 不是CS点Lens 不是吗 因为CS点Lens里面有可能是空 比如有可能只添加了三个后面都是空的 空的你还用找吗 不用 所以你最大值下标应该是这个count 是吧 记录这个值 OK 所以我就直接小于谁啊 count count就行了 等于count吗 要不要等于 那越界了 不用等于 不是越界 就是count 下一个还没添加进去呢 是吧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然后I++ 找这个count 循环一下就行了 循环一下 OK 那我就来判断呗 这个很简单 判断 CS的I是不是等于 不是 I还要去找一下它的ID是吗 嗯 ID get 我就正好调用它的get方法了 get ID等于ID吗 对 等的话就是 如果是等于的话 我直接就return就行了 返回这个对象 对 返回我就不用broke了 直接CS I就可以了 对吧 这里面return和broke一样是吧 对 return就整个表示这个方法都结束了嘛 就不用broke了嘛 是吧 哎 它道理是一样的了 好 如果找不到 我就返回空 没找找 哎 反为空就表示没找找是吧 嗯 没找找 OK 这是查找的方法 应该比较简单是吧 嗯 比较简单去做一个实现啊 比较简单实现 那这是编号 编号我们本来就是从小到大排是吧 嗯 本来就是从小到大排的啊 好 呃 这是查找 完成以后我们看这个更新啊 哦 呃 对 还有一个查找是吧 还有查找叫输出啊 这个输出我们可以先写 以后我们可以测试用啊 呃 直接输出所有 嗯 这个也比较简单 便利了 便利一下打印呗 嗯 也是for I等于零 I小于什么 count count I 加加 I个便利一下 是不是 I个便利一下 注意这里不要便利整个数组啊 还是跟上面一样 我们就直接输出了 嗯 Print LN 打印谁 不用打印 因为我们还记得这个check in 下面就有个Print方法 是吧 风筝好了一个方法 哎 风筝好了一个方法 那我直接就是cns 啊 I点 I点 Print 嗯 都写好了 哎 写好了 我直接就调用就行了 对 啊 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 直接输出所有啊 嗯 输出所有 呃 那我们先试一下啊 嗯 好不好 先试一下 那就是添加数组的长度 然后输出 呃 这个我们叫做添加是吧 嗯 查找了啊 添加 呃 现在该到哪里了 嗯 该到查找了呗 该到查找一下啊 嗯 那我最好是 华丽的分割线 华丽的分割线来一个 这个下面叫find啊 嗯 下面叫find ok 查 cm.find 找小份 对 4 4 啊 id号 id号是5还是4来着 id号是前面那个嘛 啊 前面那是id号 对吧 id号啊 好 找出来以后是 chicken chicken 接收一下 c 接收一下 嗯 是吧 接收一下 然后呢 我再 对方法吧 他有不是 哎对他有一个方法啊 有方法直接输出了哈 对 就是cm.print 他哦 c点 cm 哦 全部 对 全部 嗯 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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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输全全部了哈 嗯 输出全部 呃 我们还是输一个是吧 自己自己的 c点什么print print 对 输出他自己是吧 输出他自己就搞定了 这是查找一个的是吧 嗯 然后查找所有的 查找所有的我们也输出一下 比如说在查找之前输出好吧 嗯 find 叫print 哦 哦 是吧 嗯 print 哦呢 我就cm.r print 就行了 是吧 嗯 对 然后这是find 是吧 嗯 好 我们测试一下 周尼 周尼 哎 嗯 长度10print 12345 对 怎么是5个呢 我不添加6个吗 嗯 长度是几 10 10 然后 那个是cm 啊 cm.print 我输出的是12345 但是我好像添加了1234一直到小份是吧 嗯 小豆没收出来 你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小豆是吧 嗯 小豆没收出来 那我找一下第六个 嗯 我们还书少了一个哈 对 走 能不能找得到 看看 走 嗯 找不到 空子针了是吧 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 代码有问题 还是有有问题 嗯 还有问题 我们找第六个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是 天 也就是他没添加进去 嗯 是吧 对 他没有添加进去 如果是 已经扩充了以后 看啊 看这 嗯 看这 哎 扩充了以后 也得添加啊 我们扩充以后 没有添加 是吧 是吧 还是要添加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判断 就可以不要了 嗯 怎么样我都得添加 对对对 扩充以后也得添加 我们就扩充了 没有添加了 逻辑问题 对对对 稍微改一下 嗯 OK 走 嗯 现在有了 这位有了 这是小豆 就出来了 小豆也能找到吧 嗯 也能找到 OK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判断 没有else 嗯 没有else OK 现在这个是 查找做完了 我们先来做更新 好吧 嗯 做更新 更新怎么更新呢 更新就是你改一下这个小机的编号也是不能改的 嗯 编号是不能改的 就天上这个号 编号就唯一的了 是吧 嗯 到这只机挂 我就改 改这个机 哎对 改这只机的名字跟年龄 是吧 那改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是这么来改的 如果你要改一个对象的话 你要有条件 嗯 是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不是ID啊 嗯 ID作为条件 然后两个字作为要改的纸 然后把 这三个东西封装在一个对象里面传过来 嗯 能听懂吗 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要改这只小机的话 现在小机是不是有一个ID 嗯 有个ID 还有一个name 是吧 嗯 还有一个age 是不是 嗯 还有age 那你就看 你要改什么 如果我要改这第一个小机 那我就编号就传1 我要把1这个编号的名字 原来的名字 比如说是叫 小小 年龄是 小小是多少 10个月 小小是10个月 是吧 嗯 10个月 那我传值的时候 现在ID是1是吧 嗯 ID是1 这个对象是这样的 那我要改的话呢 我就把ID不能变 ID不要变 还是1 嗯 然后名字我可能叫改 要改成什么 传进来 对吧 比如改成 大大 嗯 大大 不是习大大 12个月 是吧 比如改成12个月 嗯 所以说你传进来的值应该是1 大大 是吧 嗯 是这样吗 对 是这样来传的 所以ID号不能变 ID号不能变 这三个值封装成什么 封装成这个checking 封装成新的机 新的一个机进来 是吧 嗯 封了一个新的机过来 然后 进来以后 我要先查一下 查正好 我不是写了一个find的方法 从栏子里找出来 是吧 找出来 那根据什么找 c.get ID 根据ID找嘛 因为find的方法 正好传的是ID是吗 嗯 传ID OK 然后来求出这个checking 中间变量 小g 是吧 嗯 小g 那我就来个中间变量 叫临时的 是吧 对 临时变量 找出一个tump 然后因为它有可能返回 有可能找不着是吧 对不对 所以我tump要判断一下 如果它不等于 null null 不是空 就找着了 对 不是空就找着了 找着了以后怎么办 改值是吗 改成新的 要改值 改什么呢 tump 我就直接写了 我就不 实际上你可以把对象 直接付进去替换掉 是吧 嗯 替换掉 但是因为你这个改的内容 有可能不是全部 嗯 是吧 不是全部 所以最好呢 还是一个一个复值 对 是吧 就直接set 这边就是get 对 这边get 那边set 是吧 对象 我们还是同一个对象 是吧 对还同一个对象 OK 好 c.get age 这就更新完了 这就更新完了 嗯 是吧 就是更新 就是这样写完了 这也是比较简单 嗯 比较简单 OK 好 现在有问题吗 没有 我们先试一下 测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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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println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一边写一边测试 这叫update 是吧 update 我要改哪支机 第一个 cmo.update update 还得new 还得new是吧 创建一个是吧 还得new出一个check in ID号 ID号 比如说要改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小小 小小 改成下弹攻击 改成下弹攻击 改成铁 下弹攻击 下弹 铁攻击也行 铁攻击 说谁铁铁攻击呢 我同学的外号 你同学的外号 对 下弹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对 然后几个月大了 20呗 大点 20个月 是吧 老攻击的 是吧 肯定是 然后再找一下 顿得好 是吧 好 改完了以后 我们再找一下 找一下怎么找 就从速度里找吧 我直接print一下 println 是吧 再输出一下 看他改不改 看他改不改 走 走 看看第一个 改了 改下弹攻击了 第一个 下弹攻击 20 是不是改了 对 这样就改完了 对不对 改没问题 是吧 改没问题 现在剩最后一个 删除 删除 根据什么条件删除 也有条件 跟ID号 对了 跟ID号去删除 对吧 就是标签 唯一的 ID是唯一的 因为数据对象 未来大家想的这个事情 就是所有对象都必须有个唯一的东西 就像人有唯一的身份证号 对 是吧 你进去以后 有一个唯一的编号 9527 对吧 对 你说你去买个产品 买一本书 书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码 书号 是吧 就是任何东西 它都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号 对 是吧 有个唯一的号 来去做标记用的 OK 那根据ID 我们去删除 删除的时候 应该怎么删除 删除 删除的算法 应该怎么样的 我们再捋一下 这个会比较 有点逻辑 有点逻辑 我们看 现在我在这个数据当中 这也是小鸡 这个小鸡 三个小鸡 比较规范一点 好 12345678 八个小鸡 是吧 八个小鸡 我要删除 比如说这是编号 我也给它编一下号 这是 编号是0 这是数组的下标 是吧 2 3 4 5 6 7 但是我们里面的编号 是按1走的 是吧 0下标是1 是吧 它里面的标号 里面的这个ID 我们是按1234走的 是吧 就没有按那个 错开 没有按0 0的方式去走 是吧 这是7 正好错一个 是吧 没关系 这里面这个是ID 这是数组的编号 好 好吧 这个意思 好 现在我要把哪个干掉呢 我要把哪个干掉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5这个位置 把它干掉 嗯 知道吗 把它干掉 删掉 好 那这个数组会怎么样 缺了一个 缺了一个 空了一个 那往前补 是吧 拖了一个以后 那未来你在查找的时候 就有问题 对 是吧 你在便利的时候 也可能有问题 这个对象就空的 空了 是不利于 你自己查找 不利于便利啊 嗯 不利于输出啊 数组连续的 哎 你删掉一个以后 这个地方如果是空的 嗯 啊 这个如果你删到第二个 这个地方 有可能也 如果以后也是空的 嗯 是吧 那就一个坑一个坑的是吧 不好看 不好看 就是你在处理宿主的时候 你在输出宿主的时候 或者在查找的时候 就会比较麻烦 嗯 就我先懂 添加也麻烦 嗯 添加你 你怎么添加 咱们现在添加是往后面添加 对 往空的位置 先添加 我们就保证前面是连续的 嗯 前面都有 所以我知道要往后添加 嗯 是吧 比如说因为我添加是按照这个 空的比较来的嘛 嗯 如果你把这个干掉了 那你这个添加就会有问题 那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就就浪费了 永远浪费 永远添加不上 嗯 是吧 所以我们在处理宿主的删除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一个算法 这样一个算法 怎么样一个算法呢 就是如果你把宿主当中的某一个位置删掉 在这个宿主位置啊 这个元素啊 这个位置上之后的元素要怎么样 要往前移动 对 往前挪 嗯 这边呢 也得往前挪 把最后一个位置 空出来 然后空的再减一 哦 下标减一 哎 空的下标减一 那未来你再添加的时候就往这个位置上添加 嗯 就确保了前面都是 连续有值的 嗯 是吧 添加也方便 查找也方便 嗯 是吧 往最后添加 哎 这是这样一个宿主 删除要处理的一个算法 处理算法 如果你不这么做 那未来你添加就麻烦 刚才说过了嗯 是吧 就会麻烦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这是这个位置我们要处理的地方 往后要往前挪 嗯 往前挪动 是吧 啊 往前挪动 好 怎么来挪 怎么看我们代码 这个能理解吗 嗯 理解了哈 我们来看代码怎么实现 算法 哎 这个算法怎么写呢 我们还是 长度从几开始 从 count 嗯 小于count 还是小于count 是吧 嗯 哎 还小于count 那在小于count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去查找是吗 对不对 对 先查找 查找 if if 那我就直接cs 我就不用find的方法了哈 嗯 cs.geta id 如果是等于 id id的话 等于id的话 那表示 i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要删除的那个位置 嗯 就是你要删除的那个元素 嗯 是吗 好 你要把这个元素 把这个位置给干掉 刚才啊 刚才这里 我把它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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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6假如说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位置 是吗 嗯 你要把它删掉 实际上是怎么样 7往5的方式挪 嗯 这个6往6的位置 往5的位置挪 我说的是位置啊 位置对 7的位置往6的位置挪 嗯 那这个位置还要不要删掉啊 怎么叫删掉啊 就把这个 把后面的元素 把它替换掉 它就是覆盖掉 它不就被删掉了吗 嗯 是吧 不需要说单独把它 把它删掉 就是你让这个值的后面那个是 往前去替换 的话 嗯 往前替换 然后最后一个复成 空 嗯 把最后第7的位置复成空 嗯 不就完了吗 这个最后一个位置是什么 抗的减一 抗的减一 嗯 对吧 最后一个位置就抗的减一 啊 复为空 明白了吗 嗯 好 往前复值 往前复值 这个过程也得要用循环 因为有多个是吧 对 对不对 有多个 所以我们里面再套一个循环 再套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从第几开始啊 这个循环啊 因为找到的位置是 I 是不是你的旗子位置 对 就是I A就是I 是吧 J等于I J小于 抗的减一 抗的 最后一个不动吗 最后一个不动 对 抗的减一 到最后一个肯定是变成空的了 到了删了 那个 抗的减一 对 把最后一个 到了删 就挪完以后是吧 它是空的 对 挪完以后 不是空的 挪完以后那个值还在 就像两个重复的 最后一个是往前挪了 对 你看八往前挪 这个位置还是八 还是在 还是在 再重复了 重复了 只不过我们要把第七的位置等于空 对 等于No 不就完了吗 是这个意思吧 好 Count-1 然后呢 J加加 加加 去走这个值 然后 开始往前复值 C-S C-S-J 等于 C-S-J 加1 就完了 对 是吧 等于J加1 一个往前 往前复值 是吧 好 复完了以后 循环出来 最后一个值 最后一个值处理一下 最后一个值是 Count-1 等于No 是吧 A Count-1 等于No 就复为值了 然后呢 下标的减1 下标的减减 这就要找完了吧 找完了以后 外问循环 还要再找吗 就不找 不找了 直接 Fleek 对 找完 就是操作完之后 就可以退了 操作完就可以退了 看这样的逻辑 再捋一下 这是可能 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有点 你要仔细想想 是吧 好 我们从0到Count 为什么是0到Count 有可能我这后面 还有一个 位置 对吧 我前面还有一个格 这个格呢 是空的 对 还没存东西 比如说还有两个 但是那个 但是 Count Count Count是不等于他 对 Count从0开始 Count是不等于7 是吗 Count等于7 那如果我把6挪掉 我把6 是吧 我把6要挪掉 那我只 这个还需要挪吗 这就空的 不用挪了 就是把他 往前挪 往前挪 把他 对 往前挪 再把他 复为空 是吧 复为空 不就完事了吗 对 但是7那位置还是有一个 7那位置还是有 对 是吧 7就复为空了 现在还是8 对 然后你给他等于 Not 是吧 对 这是9 就这么来处理 所以你的 你操作的长度 一定是Count 是吗 嗯 操作的长度 就是Count 加加 然后你就找 ID相等 就表示这个 I的位置找到了 嗯 是不是 找到了 然后就开始 Fore循环来 来去挪动 是吧 这个Fore循环 用来干什么 嗯 Fore循环 就是一个一个的 对 判断 就是看能不能等于 那个 对 找到了 对 找到了 要删除的 什么 对象 然后呢 呃 循环是什么意思啊 循环一个一个挪 对 循环是 呃 把 该 对象之后的 什么 向前 对 向 全部向前 对 向前 移动 一位 一位 对 向前移动 一位 对 是吧 整体 向前移位 那移完了以后 到最后一个 啊 这是把最后一个删了 对最后一个对象 怎么样删除 负为空 所以你说负 为空 值 为空 负字为空就表示删除的意思 是吧 就要删除 然后这要下标 下标要要要减是吧 对 下标减1 为什么下标减1 因为删掉一个了嘛 下次 就不要了嘛 后面那个 对下次还得从那个删掉的位置开始往后加嘛 嗯 是吧 对 这是这个删除啊 这个 逻辑 就这么来搞的 啊 OK 那删除这么麻烦 是吧 删除为什么这么麻烦 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添加和查询的什么方便 对 因为查询你是你是有序列的 还是连续的 连续的查就很好查 不用判断 是吧 添加也是 添加的话我就不用去找空的 嗯 我就不需要去找那个哪个哪个 前面有没有空啊 中间有没有空啊 往那天加 我就直接从最后面最后文件讲 对 是吧 也是这个目的啊 这个目的 所以反过来我们思考一下 反过来我们思考一下 这是动态宿主是吗 嗯 对不对 这个宿主就是 其实就是 我们要实现的就是一个 动态宿主 宿主 嗯 动态宿主 这是动 宿主 也是一种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 哎 我们先写一张 嗯 宿主啊 是一种 什么 数据结构 叫线性 数据结构 就什么叫数据结构啊 纯数据的一个结构啊 嗯 好吧 纯东西的一个结构 数据就是线性的数据结构 嗯 是吧 然后呢 呃 正因为我们这么去操作它 嗯 所以 它是不太适合做删除操作的 对 因为删除效率比较低 嗯 为什么删除效率比较低 因为 它得删完还得往前挪 它有算法的操作 对 删完以后还得往前挪 嗯 是吧 它要往前挪 但 它移动啊 这样啊 宿主啊 宿主不 适合什么删除巧度 对 不适合做 这个 删除或者说叫插入 对也是一样的 嗯 插入是绑中间插后面的挪 对 是吧 哎 删除 插入 对 这样操作 嗯 是吧 适合什么呢 适合查找 对 适合 就是相当于整存整取 对 都是这种啊 呃 整存 就是一个往里加是吧 嗯 添加没问题啊 添加和什么 添加和这个查找没问题 是吧 嗯 查找没问题 然后呢 整个输出是吧 嗯 这个是便利是吧 嗯 便利 没问题 它是适合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每种数据以后 它都有自己的特点 是吧 它都有自己的特点 好 刚才我们想到的一个问题 删除操作 我们刚才是这么样去自己去 做这个挪的方式去写的是吧 嗯 还有没有更优的方法 不用一个一个去挪的呢 你想一想 那打三 那打三 哎 也可以 有吗 可以想象 可以有 可以有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呃 宿主的这个 从后往前去 什么 拷贝嘛 哦 是吧 从后往前去拷贝 copy是吧 嗯 copy就可以 也可以做到 做到这一点啊 那也是挪了 其实也是挪 对 只不过他挪不是我们这样一个一个 不用我手写 对 不用我手写 一个一个的去呃 往前面 后面的往前面去覆盖 嗯 对就覆盖 copy就覆盖 对吧 去copy啊 用用这个这个copy的算法去写 也可以做到 是吧 也可以做到 就不用这样去一个一个自己去去操作了 是吧 对 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呢 哎 还有为什么删除我们要这么去做呢 哎 后面我们在讲解这个集合的时候 集合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动态宿主 就是一个集合 我们现在实现的就是一个集合 嗯啊 集合就是这么做的 嗯 就是那个allelist这个类就是这么写的 那未来我们讲到那allelist的时候 一看这个圆码 是吧 哎你就知道啊 我们之前不写过吗 就是这个动态宿主 只不过他实现了可能更加的严谨 对吧 更加严谨 可能算法更优 更优一点 是吧 比如他这个算法可能就用拷贝的方式 是吧 去去做的啊 回头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他的这个圆代码 是吧 去看一下深入去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大家先把这个动态宿主先理解了 先得会写 是吧 未来面试 面试官问你 这个能不能写一个allelist 嗯 啊 能啊 这个动态宿主就是 就是allelist 对吧 哎 这就不增山改查吗 就是allelist的 而且allelist的它的特点是适合 我们说 宿主就适合 它的优点就是适合这个添加啊 还有就是便利啊 查找啊 是吧 这些操作啊 它不算适合插入跟删除操作 嗯是吧 所以我们在选择用这种数据结构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嗯 你这个 你这个这些数据是不是频繁的在操作 啊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呃你的联系人操作 你的手机里面联系人 嗯 联系人这个存储 是吧 那它是 什么操作多呀 他是 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查询 啊对 你都在翻手机 固定了 对吧 在翻手机的那个联系人给谁拨电话 嗯 啊 偶尔可能会改一下 嗯 可能会删除 对 删除操作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 对吧 非常少的 你谁有事 有事没事把那个联系人删掉啊 除非你这个这个人很恨是吧 对 你恨这个人从来不想跟他联系 是吧 不想跟联系你也是拉了 嘿 嘿你咋联系 也不拆 对 可能也不删掉是吧 想起来可能还恢复回来 对 改号码可能也是 可能比删除要稍微多一点 嗯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有人换号码了 对 更新一下 但是也少 是吧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什么 查嘛 对 就是查找 都在查查找是做的最多的 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可能就适合这种数组 这种数组来去实现 嗯 明白了吗 哎 考虑问题要考虑到这个角度上去思考 好吧 所以动态数组 我们也是为后面讲集合 埋下一个伏笔 打好一个基础 后面我们再去学习数组的时候 啊 你就恨人大悟 你就明白 啊 原来前面学习的东西就是数组 嗯 是吧 动态 动态数组的一个实现 嗯 好吧 OK 那我们这个动态数组 这一小节 我们就 呃 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呢 到这一节完成以后 我们这个 面向对象上 啊 这一章 啊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嗯 是吧 我们一共涉及到了第14个小节 是吧 对 14个小节 从面对象的基本概念 类与对象是吧 嗯 内存的分析 这点我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啊 就是这个呃 类跟对象的关系 定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内存结构分析 我们也得非常清楚知道这个对象怎么存储的 嗯 它的大小是多少 我们说32位系统上 引用类型变量占4个字节 嗯 64位占8个字节 是吧 嗯 这些概念都要清楚啊 8个字节 当然还有一些 系统额外的开销 我们先忽略是吧 嗯 嗯 翻反应付付 揉碎的 哎 翻反应付付的去消化 去去练习 去思考 这个我说过 跟打篮球一样啊 嗯 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以后 哎 你有些东西才会慢慢的去明白 是吧 嗯 就我讲的时候你可能听懂了啊 下去以后要多加练习 嗯 好吧 OK好废话我就不啰嗦太多了啊 下去以后大家练习吧 嗯 好那么第四章节的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